第30題,雨喬在飾管中裝入某化合物進行乾溜實驗,在實驗過程中,他發現乾溜所產生的氣體會讓石灰水產生混濁,並且在飾管口處與藍色綠化雅菇時試質檢驗,他發現試質變成粉紅色,由實驗結果可以推知此乾溜物中至少含有哪些元素,假設原飾管內的空氣忽略不濟。 那我們看到呢,他產生的氣體會使沉青石灰水產生混濁,表示產生的是二氧化碳,所以表示那個東西裡面應該有碳跟氧,那麼才會產生二氧化碳。 那麼再來,用綠化雅菇氏紫藍色的會變成粉紅色,表示會產生水,就表示原來的東西裡面有氫跟氧兩種元素,所以呢,我們這樣才會產生水,然後讓綠化雅菇氏紫變成粉紅色。 所以綜合起來我們看到,這個東西裡面應該有碳、氫、氧三種元素。 所以第30題問我們說,由實驗結果可以推知此乾溜物中至少含有哪些元素? 我們答案選擇是豬碳、氫、氧、氧、CHO。 非常